十二年国教上路很多高分群的考生都败在作文 但是呢全国作文满分人数最多的是在台北的介绍国中 从五年前开始呢就要加强学生的写作能力 老师也编写了一个特别的教材 是用体验的教法让写作变得很好玩 十五秒钟的体验开始 一二 鱼的娃娃吧 想摆吗 体验师的写作教学把灵感激发出来 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的纹路 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你吃花生的感觉 四七四节就感觉味道特别深刻 下别的时候就可以将心比心 绷着眼睛穿珠子鞋子吃花生 拼命的读书读书又读书所以他们的阅历是不足的 如果能够带给他们比较丰富的感觉 那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比较真实 他们知道了原来很多人有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能出牌的是什么字吗 在写作的时候就会更有感情 情绪要起伏不能凭凭凭凭 体验教学果真有效 今年的国中会考 接受有138个作文满几分 居全国之冠 而且已经连续五年称霸 平均每五个接受考生 就有一个作文满分 你们可以小组讨论选择 同一则报纸 全读简报增广见闻 轮流上台自问自答 国人年平均阅读量是几本书 然后答案是13.5本 编写班歌也是写作练习 九年级生平均每两个礼拜写一篇 老师改到手软 决胜关键就在于 多听多看多体验 阅读简报靠累积 动笔写下自己的感受 勤练才有好文笔 记者彭书清余盛行台北报道